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Kour哥的 今天要玩兩個文型 我們繼續在拖字開頭 今天很簡單 拖話或是nande 前面是跟動詞的普通形 i 的用詞,na 的用詞 或者是名詞 表示出現意外情況時的驚訝 意外語氣 居然摩蜜 我自己覺得 nande 是比較好奇 即是經常聽到 なんで 竟然 可以用這個文型 例如 以前讀書經常會用到 經常聽到人家這樣說 あまり中京に出なかった 彼が 期末テストで万電を取った とは驚いた 不是怎樣上課的 他竟然在期末考試 得到滿分 真的很驚訝 小時候聽到 他又沒有溫書 但為何他這麼高分 跟文型有點類似 第二個要溫的文型 也不是很難 就是 とはいうものの 或者とはいじょ 前面是跟動詞的普通形 い用詞 な用詞 或名詞 表示讓步的轉折 承認前面 但後面的詞 都沒有改變 簡單來說 雖然話ももも 但是もも 意思 大家只要把文型 分開來看 とはいうものの 就已經知道 雖然話もも 但是もも 例子 人は過去に戻れない とはいうものの むかし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と つい なつかしいなってしまう 人沒有辦法 回到過去的 雖然是這麼說 但一想起過去的事 就會覺得很懷念 雖然說前面這件事 人是回不到過去的事 但後面也不會改變 後面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想起過去的事 會懷念 不變 時可以使用這個文型 Towa E-jaw 是比較生眼的表達方式 我自己沒有聽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嗨 今天的溫咒就到這裏 如果我叫溫咒幫助你 記得幫我訂閱讚好 分享出去 如果你想找這個單字 可以去我的IG 另外那邊 會分享我的常生活 或者聊聊天 所以大家就多多追蹤IT 如果你想看這個日本的指數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